中国医生反对对疫情的松绑 中国医生称,如果放松严格的疫情控制措施的话 全国必然会出现冠状病毒大爆发 因为中国的医疗系统没有准备好应对大规模的病毒的大爆发 武汉一家公立医院的一名医生说 在面对大规模病例时,医疗系统可能会陷入瘫痪 中国的老年人一直在抵制打疫苗 只有40%的80岁以上的人注射了第三剂国产疫苗 如果放松疫情控制 中国的医院可能因为大量未接种疫苗的老人涌入而不堪重负 在过去的几年里 中国的医疗系统几乎把所有的人力和资金都投入到疫情的控制 广西一名富士说 地方小医院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设备来应对大量病人的涌入 另外一位在内蒙古的医生说 医疗系统还没有准备好应对疫情的松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